再來 聽說就找把殺手傳染你 還想弄得你是畏罪自殺 我們只要找到這個中間人 就能起床到底還有多少人 你走之前, 再去防身 我會給你筆錢 這組號碼究竟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你和A準聯絡那麼好? 不過我在滿高企外面發現了腳印 指副人監視了阿Pen 我們強姦道, 我們四個人強姦道 這個鞋的特徵 跟其他兩個相片一模一樣 懷疑是NB的伙計 烏浩威墮扭身亡, O記已經接手調查 不過根據我們最新的情報 她的毒品生意仍然活躍 而接手她當口的就是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大家都很熟悉 陳家碑? 陳家碑是我們毒品調查科的線人 為什麼他會把腳插進去呢? 可惜, 他這次不是做臥底 有些警察做臥底久都做了小猴子 更何況陳家碑的出身和背景 受不住誘惑一點也不足為奇 凱Sir, 他是你帶他入行的 有沒有辦法弄好他? 去吃吧 快點喝吧 快點喝 我們怎麼樣?Sir 找你們老闆 Cappie Sir, 這麼大錯 我們這裡要精大 victims做生意 你想來採場, 找桌子嗎? 不要讓我動你 現在你答有, 還是我答有? 蚊子… 蚊子… 什麼事? 你在幹什麼? 你是不是傻了?一個人犯毒? 小孩, 你小心點說話 我犯毒, 你應該抓我 如果我有證據的話, 我一定會親手抓你 那你現在沒了, 拜託你不要再做做生意 過煮吧 走吧… 別忘了, 這裡不關你 你幹什麼? 走吧 走吧… 弟弟, 你別怪我 害死你的人, 我不能讓他坐牢 兄弟姐姐只有這樣做, 只能幫你報仇 事情已經發生了這麼久了 是有線索的, 鑑證科拿回去化驗 理論上就是 不過霞印查了這麼久, 什麼都查不到 斷線了 我不回來現場看看真的不甘心 我真是佩服你的危力 就當經驗之談吧 這些案件沒有證據, 往往會石沉大海 我只是打算放假回來討論一下 不好意思, 我們是警察 有些事想問問你們 什麼事? 你們是不是經常來這裡行山? 偶爾吧 上個月十四號, 大概下午兩點左右 你們有沒有來過這裡附近? 上個月十四號? 是呀 就是蟹生日吧 我們那天還拉大隊來這裡行山 你不說起, 我也死不起來 你們有沒有在這裡附近 看到一個女孩子被人佬走了? 有個女孩子被人佬走了? 是呀, 但是她二十多歲左右 跟我差不多高, 乖乖的頭髮 我們懷疑她跟一宗毒品案有關 所以被人捉走了 不用多說 我想給他們多點資料 那天我記得他掃了一部新相機 被蟹一樣慶祝生日 是呀, 跟著他拿一部相機到處拍 不知道有沒有拍到什麼呢? 麻煩你可不可以給我朋友的資料 我, 我在九龍城住的 做裝修的, 還不是要上班的 不過以這兩人就不能說 我, 我在九龍城住宅單位 今天凌晨發生一場三級火警 兆市單位的鄰居發現 該單位冒煙著火 消防到場將火警破滅 室內的傢俬襲物付諸一具 消防員初步懷疑 火警是由漁光電線短路引起 據現場消息指 兆市單位的戶主剛剛返回內地 被過一劫 但是負責巡樓的康奸 由於吸入過量的濃煙而昏迷 宋遠情況危殆 消防報告剛剛出了量 完全是意外, 根本與你無關 不是意外, 是有人故意放火 為什麼你這麼說 一定是那天我和行山人士 做文卷的時候 做得太陽被一個疑犯知道了 他故意放火雙毀師滅跡 是我太疏忽才弄到看家現在這樣 來, 我哭了, 來 你只是揣測出來而已 根本沒有證據, 不需要自責 是我做錯了 我去跟康奎報告這件事 千萬不要 你想怎樣說? 整件事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 揣測出來的 你這樣說 他會覺得你很不專業 但實在太巧了 世事的事, 有些真的巧合得這麼巧 我明白你的心情 我們做警察的事當然想破案 當中發生意外我們也不想 但不是每件事都要抱上身的 你明白嗎? 以後無論多困難都好 我都會和你一起破你的案子 希望我可以幫陳嘉碧徒彙公道 謝謝你, 潘Sir 你臭小子, 這幾天又不找我們 我還以為你被人家搶毀了 又不敢聯絡你 對, 我任由第一天出來逛 我懂得收拾, 別多說了 先喝罐吧 好心情 我明天走了, 喝了今晚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見 那頭頭知不知道你明天走? 知道, 我頭頭沒事了 他還給我一塊錢, 還給我走 我們走到今時今日, 都全靠頭 所以要記住, 任何人都不相信 除了頭頭 是你之前自己小器 還沒查清楚就生人家氣 小器鬼, 小器鬼, 有名叫 總之鬼, 你別想多了 有什麼事也好 有我們幾兄弟和頭頭一定能撐 我知道你們有心 說話說, 老頭最近對他的數字 好像很煩惱 什麼數字? 我可以抄下了 2901-5802-9517 A準收到這張照片之後 就以為你死了 然後傳了號碼過來 2901, 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 到最後, 我替他拆成6692-03-07 他說這堆數字是替舊伙記查 但我覺得不是那麼簡單 都不知道是什麼 我查過了電信公司 都沒有這個電話號碼登記 滿牌也不像 還有, 老頭最近一下班 我們就找他喝東西 他又說不去, 急著急著走 老頭, 神神秘秘的都不知道做什麼 A準收到這張照片以為你死了 好, 接著發了個電話號碼過來 2901 老頭最近對這堆數字好像很煩惱 他說這堆數字是替舊伙記查 但我覺得不太簡單 老公? 老婆 老婆 你倆怎麼樣? 你說我才來的, 我養了你很久了 爸爸工作多, 先別說這麼多, 先吃東西 叫這麼多食物, 你們吃光了嗎? 叫給你吃的 來吧, 趁熱吧, 慢慢吃 老婆, 你在收起來了 為什麼我? 怎麼這麼多錢呢? 沒有, 我還有一球膽三千一 贏了十幾萬而已 你賭這麼大的雙落? 賭十歲而已 別說這麼多, 快收起它吧 老公, 你賭還賭, 不要賭身家 這兩隻東西還要讀書的 要花很多錢的 你放心, 我會等著投家的 吃飯吧 其實不用住在酒店嗎? 平平地住在媽媽那裡就可以了 不用花錢, 又不是每晚住 他們倆喜歡游泳嘛, 又有並遲 你過來陪他們玩, 他們不知多開心 你看, 睡著也會笑 我是不服的 沒事 我看你這陣子好像有很多事情想 你做事不開心嗎? 我們是男人,當然要想事情了 我有老婆子女 我有兒子任意照顧你們 我最擔心的是我做得不夠好 讓你們熬火 你知不知道,剛才你過來的時候 我問女兒給你多少分 你猜她怎麼回答我? 她怎麼回答? 她給你一百分 真的? 如果是我,我就會給你二百分 因為你不僅是一個好爸爸 還有一個很好的老公 今天就是三月秋毫 去哪裡? 回家吧,什麼事? 我收到一個匿名訊息,說你刻極 裡面還說了一個地方 說你用來收買一盒錢 那你想怎麼樣? 所以看看是否真的有錢 這樣才能證明你的情況 這件事是不是應該要跟康Sir研究一下 你怎麼回答他? 雯心,如果真的賺到錢的話 我會馬上投你回來 想不到你相信一個匿名電話 也不相信兄弟 這邊呢? 你開吧,我也不知道你想去哪裡 好 這張沙發呢? 你找到了什麼? 你一次又一次不相信自己的兄弟 我對你很失望 我選擇結束生命 是因為我做了一些好錯的事 當我知道錯的時候 已經回不了頭了 我對不起我家人 對不起NB所有的兄弟手足 死是一個終結 我不想再帶麻煩給大家和頭 希望你們可以幫我照顧阿霞 和一對兒女,阿鬼 向Sir,你身為何葵的上司 你知不知道她所說的錯事是什麼? 她的人雖然很可怕 但在我生活中,她是一個好警察 她做事很積極 每次行動都一馬當時 而且拘捕了不少毒販 何葵平時生活都在漫漫 你知不知道她的錢在哪裡有? 她說是中了馬仔 她久不久也有中 你不相信可以問問其他人的報警 你和何葵的關係是怎樣? 你知道她有多少事? 公事上我們是同事 我們就像兄弟一樣 我們知道家裡的家庭狀況 一個人找三個人吃 她是一個好老公、好爸爸 阿棟,現在封堂寶寶很小 找他們來是不是有重要事? 阿棟,我給你們一些東西看 阿棟,俊哥,父仔 當你們看到這條片的時候 我應該已經不在了 阿棟,我知道你為了我們三兄弟 阿棟,俊哥,你就是下來 阿棟,我要幫忙 你也要幫忙 我叫你把佔線 那個人的衣服 和你做的那個人 早上看 我沒有義不成功 但是你沒有 你也不成功 我怎麼看 我誰不成功 他實際上 我怎麼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出生入死, 我鬼也算是死而無憾 富仔, 不好意思, 喝不到你的餐 小心, 不要為了我難過 好好地生活下去 還有, 靖哥, 你退休之後 我多點時間陪阿嫂 和你到處去旅行 拜我的時候 記得告訴我去過哪裡 阿嫂, 你知道 我們這個粗人 其實真的很多地方都沒去過 差不多了 你們好好保重 我再次做兄弟 阿鬼, 你別走 阿鬼 是我害死你 是我害死你 阿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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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以後怎麼辦 阿嫂, 你靜開順便 這裡我們幾兄弟有一點心意 你收了 這麼多錢, 我不能要的 阿嫂, 這錢是我們幾兄弟 做來應急的 阿鬼有份重 你收掉它 是呀 就當我們一點心意 讓冤兒和富仔做駕駛費 這是我們的心意 大人說沒所謂 那些弟弟也要吃 不要推了, 收掉它 謝謝 謝謝 阿嫂 我們和阿鬼一場兄弟 大家一個人 以後有什麼事要幫忙 他儘管開口 我們一定會幫你 根據重案組那邊的調查報告 阿鬼是死於自殺 所以這個案件 是會交給重案組那邊的 不過根據關禮 阿鬼的案件很快就會結束了 孔Sir 我覺得阿鬼的死因還有很多疑點 阿鬼留下遺書自殺 法醫也證實他是吞槍止盡 有什麼疑點? 我說的是阿鬼做屈警的事 好, 好的 阿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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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破製毒工場,我們結港莫往 我懷疑是騙鬼通風報紙 有這麼多疑點,你不早就替我報告 對不起,Sir,我不想打草驚蛇 我想偵測調查 運出整個黑警的運作過程 因為我懷疑還有其他貨機牽涉在內 Sir,你不是Rambo 我們做事是說團隊的 好,現在弄出大頭髮了 鬼自殺,整個NB無修 一人做事一人當 如果有需要的話,我願意接受紀律處分 行,這件事我會處理 Brian,你有什麼意見? 如果鬼真是黑警的話 其實這件事還沒查到入獄 他沒必要這麼快撿死這條路 所以我認為他是想掩飾或維護一些 讓他比他自己生命更重要的日子 或者是 我相信他簡直殺這條路 都是為了保住長縫和虎蜜金 讓家人有個保障 其實我已經收到一封 黑警和毒犯之間並不是直接聯絡 而是透過一個中間人傳遞消息 所以繼續查下去的話 一定可以找到真相 阿鬼的檔案不可以關閉 而且還要凍結他的銀行戶口 作進一步調查 我不反對你繼續查下去 不過阿鬼在NB這麼久 因為武功也有努力, 現在人已經逃了 你凍結他的戶口 你叫他老婆子女怎麼辦? 韋Sir, 一場同事 何必去到這麼盡? 要領工也要遲些 我想韋Sir只是想查出真相 要查就自己查到夠了 要不要拖泥沽如拐褲落水 你重救了沒有? Madam Yu, 這件事你怎麼看? 我覺得一天還沒證明他在黑警 那沒理由封他戶口 大家聽著, 由現在開始 除非有實質的證據 否則沒有人可以再查詢這個案件 明白嗎? 是, Sir 阿朗 嫂子, 這麼巧? 你是… 我是鄭志誠的上司, 潘學禮 潘Sir, 你好 不好意思, 年紀大沒甚麼記性 不要緊, 我剛巧來醫院工作而已 你呢?覆診嗎? 是… 身體沒甚麼吧? 還是這樣, 事好事壞, 定時洗臣 幸好鬼泡了個洗臣機給我 令我不用太憑慌 世事的事很難說, 好人又沒好報 人的責乳很難說, 看開一點 生老病死是必經之路, 幸好我有好老公 麥准哥出了名好人 對了, 新病手朵很長, 醫藥費很貴 經濟上沒問題 幸好阿成公務員, 我出入了政府醫院 雖然不需要太多錢 但兩年前的手術真是大件事 幸好阿成幫我籌了一大筆錢 否則我現在也不在 今天真是幸運 不跟你談了, 我要回警署工作 下次再喝茶 好 好玩, 再見 再見 謝謝 1月28日 毒品調查科高級督察向榮 帶領一眾行動組探員 於西貢古江老衛 賭破一宗毒品交易 探員鄭智成開槍打傷毒販陳平 並搜捕海樂英及現金 以當時海樂英這個數量 沒理由用那麼少金額去交易 難道鄭智成當年四處酬錢 幫他老婆做手術 一時貪念, 所以拿走了部分的錢 下令陳平在基樓病房內同脫 鑑證科人員在地上找到一個萬字夾 而最後在基樓病房見過陳平的貪員 就是向榮 哥盾為什麼要放過那個犯人 難道哥盾被人要脅, 知道他包庇下屬 而要脅他的人 後來就是韋Sir口中所說的中間人 似乎這是最合理的解釋 這宗案件的善人叫做碧坤 案件結束之後就人間蒸發 沒人見過他 找到碧坤就知道你們是黑定白 潘Sir, 喝口大熱 知道了, 我想你幫我找一個人 他叫韋坤, 曾經是毒品調查科的少人 兩年前突然人間蒸發 你要盡快刮他出來 找到之後收拾另一半 行, 包在我身上 打算懂得不再做 已經過去了, 別再想了 對, 被鬼看到你沒有力氣 他還不開心? 突然沒了一串炮像在身邊 我是覺得很不習慣 放心吧, 我沒事 早安 早安 向Sir, 我想了解一下 Pak和拉召三球那天的過程 可不可以給我一些資料 案件結束了, 怎麼回頭看 是這樣的 之前在滿姑家裡找到鞋印 之後在樹林又找到一個一模一樣 前陣子在NB藍市流水 竟然被我發現了一個一模一樣的鞋印 我拿去化驗 無論尺寸和型號都是一樣的 有這種事? 那你查不查到鞋印屬於誰? 我查不到 之後我去了Pak被人擄走的樹林 遇到一群行山人士 他們說可能有一個叫何蟹的人 把整個案發過程拍下 不過他回了大陸 誰知道那天他在家裡火燭 不止燒爛了一張SD卡 連看筋也進入ICU 你懷疑有人中火, 想找人證據? 很有可能 而你這個人就是鞋印的主人 在NB裡面也有他的鞋印 那就是自己有了 很難說, 現在太多疑團了 如果這個是自己人的話 這件事就棘手了 我會幫你查的 幫你記住, 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打電 麻煩你, Sir 麻煩你有消息盡快通知我 我先做事 你們覺得怎麼樣? 出現得在NB的範圍內 九成九是自己人, 會不會Happy Sir? 不會, 當時他被陳家碧搏暈了 以及以他們的關係 Happy不會做一些對陳家碧不利的事 夏頭, 你要的資料 謝謝 救陳家碧那天, 你們在做什麼? 那天我們跟潘Sir分頭去找陳家碧 但是一點消息都沒有 接著我收到電台通知 說有個軍裝夥伴在九龍城發現劉福 而在劉福死之前 說他被招心球打成這樣 還逼他爆陳家碧是二五仔 之後我就通知潘Sir 潘Sir說什麼? 潘Sir說他在陳家碧家裡留下觀察 潘Sir, 是否這件案子有什麼新發現? 不是, 我來吹嘴, 談開而已 這麼新, 沒幫我發洞料, 下午茶是我的 好, 你們想吃什麼?我去買 沒所謂, 你說得事 好… 華女哪兒都拿得完?還不去幫忙? 是呀, 潘Sir 怎麼樣?你們怎麼看? 劉福死那天, 我們也要去案發現場 那裡在九龍城, 陳家碧家裡在佐敦 如果潘Sir要約佐敦去九龍城 半個小時什麼都到了 但是那天他起碼遲了一小時 就是說案發當時 潘Sir很可能沒有在陳家碧家裡留下 他為什麼要說謊? 他一定是有些事情不想讓人知道 還有就是明知道陳家碧有危險 為什麼不通知我們?他很有古怪 我懷疑霞印的主人就是他 為何你會來? 我打算幫鬼找個骨灰位 我們已經找到了 幸好Madame不認識人 可以這麼快幫鬼找個位 真的謝謝你, Madam 別客氣了, 小意思而已 謝謝你 別客氣, 霞說他想回澳門住 也好, 阿鬼也不在 留在家屋賺相感 搬去父母住, 起碼多個照應 新的環境, 新的開始 難道真的要死才能新的開始? 前幾天你避開我 是不是因為阿鬼的事? 阿鬼 突然想起五年前那天 我們都是坐在這間酒店 談離婚的事, 大家都是不說話 你還記得? 原來只是過了五年 我還以為很久了 不知道那時候, 我們是不是太衝動了? 可能是 有些事過去是否回不了頭? 回不了頭 人經歷了這麼多事, 就會懂得珍惜 好, 走 Nathalie 這張SD卡燒成這樣 你以為能否復原呢? 燒成這樣, 看來也挺難搞的 不過裡面的照片 很可能拍到第三者 看到陳家璧給照三球老酒的經過 麻煩你幫幫忙 這樣嗎? Nathalie, 這件事非常重要 想想辦法 方法不是說沒有, 還有一個 但我不確定是一定行的 這個方法是我美國一個朋友發明的 所有事都還有一個試驗階段 行不行,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們真的想知道 我儘管可以幫你們試試 不過看來真的需要一些時間 謝謝你, Nathalie 不用客氣 好, 你好 誰啊? 細伯 你…你兩位是… 你不認得我嗎? 我是班Sir的同事, 數道組的 我認得了, 阿向Sir嘛 這位… 數據夫 阿禮不在這裡, 有什麼事? 我這樣的, 班Sir在開會 他說留下了一份文件在房間 我們順老經過開 就想你幫他拿 我原來是這樣, 真謝謝你 為什麼不請他進來坐呢? 你不好意思, 請他進來坐… 好, 謝謝 麻煩了, 哥哥 兩位喝茶還是喝喝水? 不用客氣了, 伯母 我們拿一份文件就走了 哥哥, 請問阿班Sir的房間在哪裡? 裡面第一間就是 謝謝, 哥哥 隨便坐 坐… 行了… 你們自便, 不用客氣了 快, 等我 那麼快… 快, 快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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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盡力了 連我說的最新方法也開不了 還有其他辦法 對不起, 那你真的盡力了 鄉Sir, 有什麼新線索? 可以調查過 懷疑你們在找瑕印的主人就是潘Sir 不會吧? 潘Sir沒理由看到他的伯父有事也不夠 有什麼證據? 我和頭去過潘Sir的家 看看他穿的所有皮鞋全都是新的 沒得到是舊 什麼事? 我這麼不明白, 有沒有搞錯? 請在樓皮登陸 我們查過潘Sir的信用卡記錄 發覺他一直以來都是在用同一款的皮鞋 而他穿的皮鞋, 無論是鞋型和鞋底的花紋 都跟我們在樹林找到 甚至是MV總部藍刺找到的完全混合 自從鞋印事件之後 他就用他的信用卡買過一批新鞋 還把舊鞋丟掉 Pat被趙三球老闖那天 潘Sir其實早已知道劉峯在臨死前 說了給趙三球知道Pat是二五仔 他不僅沒有即時去救Pat 他還隱藏了自己身處的地方 說在Pat家裡的樓下 為什麼他收到華女電話之後 要一小時才到案發現場呢? 他分明是在這裡說謊 還有, 當日你去案發現場 和行山人士索料的時候 潘Sir是不是在場? 對, 潘Sir和我一起過去 中了, 潘Sir怕被人拍到他當時的樹林 所以去訪問我私人的房子 希望可以毀滅證據 如果單一事件 我相信不可能是巧合 但是這麼多事情一起發生 Pat這件事不可能和潘Sir無關 潘Sir 潘鞋禮 知道趙三球知道Pat不出賣 你還不讓他們見面? 你怎麼會這樣?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你自己知道 快打… 快打, 快打, 快打… 快打, 快打, 快打 快打, 快打, 快打 你們兩個是警察 我要聽你的解釋 我懷疑陳家碧被人捉走的時候 潘Sir就在現場 後來行山人士家裡失火 也會跟他有關 有證據就拿出來, 別吐就吐 阿樂, 你的指控很嚴重 你有否實質證據? 但當中實在太多疑點了 潘Sir很可能在案件上 為了某些原因 他明明看到陳家碧被趙三球捉走 他也沒有上報 後來為了掩飾過錯 他還放火燒屋 目的就是毀滅證據 韋Sir, 我知道你很喜歡陳家碧 但這次陳家碧的遭遇 是意料之外, 我也很難過 我希望你能夠專業一點 不要把你的不滿發洩到我身上 我可以告你誹謗 韋Sir, Happy平時怎麼做的事 你最清楚 他絕對不會公佈私審 以前不會不代表現在不會 韋Sir為了陳家碧 沒有你自己不是第一次 Gordon 我想聽聽為什麼你會懷疑Brian 陳家碧被趙三球班人擄走當日 他從滿姑家到樹林那段時間 你在哪裡? 我在陳家碧家裡留下 監視吳德堅和韋Sir 你說謊 由陳家碧家去到劉福被殺案發現場 只需要三十分鐘的時間 而你去到的時候 足足遲了一個小時 那段時間你去了哪裡? 我去了哪裡, 不需要跟你交代 你不說是因為 你根本就不在陳家碧家, 是吧? 你是在樹林看著陳家碧被抓走的 你們也挺好想像力的 其實當時我會見一位善人拿料 至於善人是誰, 你們沒權知道 這些不是想像的, 是證據 在滿姑家外和NB藍刺找到的鞋印 跟你那個無論尺寸或尺寸都是一模一樣 如果你不是身有事 不用丟掉舊鞋子會過批失 因為你怕別人查到那個鞋印是屬於你 從你知道我發現鞋印開始 你就一直誤導我 枉我這麼相信你, 潘Sir 你令我很失望 你的判斷能拒在哪裡? 我一直替你查這件事 你現在說我誤導你 還是你聽了什麼人的疏法 相信了那些所謂的證據 你就是怕那些行山人士認到你在樹 所以放火消毒 潘Sir, 雖然我們還有實質證據 但所有事情都太口衡了 那就是說從頭到尾都是斷鼓 NB有你們這些警察是一種悲哀 你們幾個對Brian的指控 真的缺乏實質證據 所以是不可以成立的 不如這樣, 我決定將這個案子 交到內部紀律聆訊 由一位高級警官審核報告 然後將報告交給紀律主任和審裁員 康Sir, 他們憑幾個鞋印對號入座 分明就是冤枉我 為什麼還要進行內部紀律聆訊? 你不用這麼緊張 內部紀律聆訊對大家都公平 到時候有審核結果出來 大家不用再爭辯了 那就是連康Sir你都不相信我 在這個情況下, 我幫任何人都是編師 所以交給紀律聆訊小組是最好的 我已經決定了, 明白嗎? 為了不偏不倚, 我要你放大價 以及將你的配槍和證件交出來 好的, 一隊人不能夠互相信任 我留下來也沒有意思, 我辭職 你現在怕內部聆訊, 想辭職同學 這個是尊嚴問題 我服務警隊這麼多年 從來只有讚賞 沒試過任何處分 你們別洗脊也夾起來 把我的律職 康Sir, 我感謝你這麼多年來的在意 我會跟足程序 交回我的配槍和警員 決定康Sir、 或許也在黑社會上 今晚會不會有估助 真的嗎? 我會想辭職 我會是康哥 我會想辭職 這種事 我會想辭職 我會想辭職 那我會想辭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